除了证所税以外呢 今天的财委会上新台币的汇率政策 出口以及不动采收益率 也都是委员们质询的重点 其中双绿方向上 央行总裁彭怀南还是维持一贯的态度 表示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 至于利率政策 彭怀南也表示 如果美国12月升息的话 央行也会维持市场稳定 台湾不尽然要跟着美国走 10月份海关进出口统计即将公布 财政部长张胜和2号财委会上先透露 10月前三周出口还是两位数衰退 不过幅度已经缩小 大概可能最坏的状况大概过来了 出口确定连酒黑业者也再度喊话 要新台币继续贬到36元 对此央行总裁彭怀南指出 影响出口的因素很多 汇率只是其中一项 对于美国抨击台湾央行操控汇率 彭怀南也重炮回击 汇率是市场决定的 汇率不是用嘴巴讲的 因为我们国家很小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写报告 报告的本身就是对汇率产生 某种程度的影响 实际上QE对汇率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会持续跟他沟通 表现差的同样还有GDP 彭怀南也明白指出 台湾经济没有支撑力道 就是因为FTA签台少 我们的FTA签的很少 所以我们大部分产品都集中在ITA 这ITA的需求又减少的时候 我们第二季以后 自动性的出口大量减少 自动性的出口减少 自动性在我们出口的比例40% 所以我们就受到影响 在其次呢 事实上这几年来的 我们的投资呢 也没有什么成长 提振经济今晚会主委 曾明宗也开出药方 预计调降保险业 投资不动产的最低收益标准 年底前将会完成检讨 市场预期商办行情 渴望加温 有电TV前话陈岳威 台北报导